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提出著名的奥运三问 问了哪三个问题 24年后独自走上奥运赛场的中国人又是谁 他来自哪里 过去有着怎样的辉煌成绩 为何在出征奥运会前夕 他却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历经种种波折之后 他肩负民族重托 飘扬过海来到奥运赛场 一人迎战整个世界 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敬请收看经典传奇 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宽芝 现在的奥运会 咱们中国呢 是绝对的奖牌大户 金牌大户 每到颁奖时刻 庄严的国歌响起 鲜艳的五星同期一生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 都会热血沸腾啊 自豪感油然而生 可是如果把时间倒回去 一百年啊 一百多年吧 那个时候的奥运会 对咱们每个中国人来说 那就不是自豪感了 而是伤心失忆啊 为什么 因为五元奥运会 1908年 当时一家杂志 天津青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运 三问 第一问 是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 参加奥运会啊 第二问 是我们的运动员 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 第三问 是我们的国家 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 就这三个问题 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一直没有得到合理 直到1932年 也就是奥运三问提出 24年之后 美国洛杉矶举办 第十届奥运会 这个时候人们才惊喜的发现 有中国人参赛了 谁啊 就是这位 刘长春 他是第一个走进奥运赛场的 中国人 也是第十届奥运会上 唯一的一个中国选手 当时有人拍下了 珍贵的现场画面 画面显示 当刘长春高举旗帜 剑步走入赛场的时候 全体在场的中国人都沸腾了 他们兴奋地打出了巨大的横幅 横幅上写着 奥运会 中国人来了 中国人来了 短短一句话 道出了无尽的心酸和兴奋 在这之前 因为晚清的腐朽和民国时期的战乱 整整九届奥运会 一直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 你说此时 刘长春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怎么不叫人心潮澎湃呢 激动啊 而且说来也巧 刘长春是在一九零九年 也就是奥运三问发出后的第二年出生的 仿佛他的宿命 就是来回答这奥运三问的 那么刘长春在走进奥运赛场之前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波折呢 先说他的家事 刘长春的家是大连河口村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家里很穷啊 整天吃的是粗茶淡饭 练体育 那需要的那些营养品 想都别想 俗话说穷温富 他家可不富 可是刘长春打小开始 就喜欢跑步 而且他跑得相当的快 同龄人里边没有对手啊 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 刘家那小子 简直就是长了一双兔子腿 这兔子腿啊 其实就是天赋啊 咱们这个生过孩子 养过孩子都知道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 有的擅长这项 有的擅长那个 要是引导得当 发掘好了 就能把天赋变成特长 成为某个领域比较厉害的人物 当然了 这得有伯乐啊 能够慧眼识人 那么这个刘长春 这来自偏僻山村的 兔子腿孩子 是怎样碰上他的伯乐的呢 这得说到1927年了 那年18岁的刘长春 来到大连一家工厂 当学徒工 恰好那一年呢 大连中华青年的会 主办了一场春季运动会 爱跑步的刘长春呢 那当然的就报名了呀 我喜欢呀 结果他在这次运动会上 跑出了一个惊人的成绩 多少呢 百米十一秒 百米十一秒 关键是刘长春从来没有参加过训练 还是穷人家的孩子 你开玩笑 而且那个时代 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看看照片 这是1896年 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 现代奥运会上 男子一百米决赛时的现场照片 当时站在第四跑道 双手称地准备起跑的这位 名叫托马斯伯克 是个美国人 他也是这届奥运会的 百米比赛冠军 作为冠军 托马斯创下了第一个 百米世界纪录 他的成绩多少呢 11秒08 也就是说刘长春18岁的时候 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训练 营养还跟不上 就已经天然地打破了第一个世界纪录 从这点上来说 他简直就是天生的端跑运动员 而这样一个好苗子 自然会被人看中 当时这个伯乐 就是东北大学体育系的一个老师 这位老师意识到 我发现了一个奇才 他就找到刘长春 问他愿不愿意到沈阳去上学 学体育 刘长春当然愿意啊 他太喜欢跑步了 当即就回家跟父母商量 全家人一合计 立刻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 赶到了沈阳 在沈阳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之后 刘长春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 又创造了一个震惊世人的佳绩 那是在1929年华北运动会上 20岁的刘长春 一人独揽 100米 200米 400米 端跑冠军 甚至在百米决赛当中 你猜他跑出什么成绩来了 10秒08呀 你知道亚洲运动员 什么时候才跑进10秒的吗 他那时候球跑10秒08 这个成绩恰恰是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的世界记录 奥运会记录 这个不得了了 20岁 只训练了两年就跑平了世界记录 这是天才呀 很快 短跑天才刘长春就引起了一个大人物的重视 大名鼎鼎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那个时候正好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在华北运动会上 学生刘长春脱颖而出 这让身为校长的张学良特别的兴奋 等到华北运动会一结束 张学良马上就组织了一场中日德运动会 还特邀日本和德国国家队的一流选手来参加 据说为了这场比赛 张学良还特意在德国定做了金怀表 上面镶着他自己的头像 准备作为奖品 将给各类运动项目的冠军 张学良为什么要组织中日德运动会 而且还如此的重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不仅是东北军的少帅 他也是一个老牌的体育民呀 当时在军事上 咱们比不过军事强国日本和德国 让张学良是受了不少的嫌弃 那么在体育上面 他就希望能够找回场子 最好能够打败日本和德国的一流高手 那么找回场子的希望 自然就落在了横空出世的刘长春身上 不过当时德国队派出的选手 就是第九届奥运会田径赛的亚军选手 日本队的选手呢 也是参加过奥运会的名将啊 这样的对手 刘长春能够跑得过吗 话说当时 在中日德运动会100米短跑的比赛当中 他和德国选手并驾齐驱 一直遥遥领先 在冲过终点的那一刹那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的线 那么谁是第一呀 比赛结果很快公布 两个人的成绩啊 同为10秒6 不过德国人是冠军 刘长春驱居亚军 为什么呢 同样是10秒6 怎么刘长春就成为了亚军了呢 原来在抵达终点前的那一瞬间 他无意中啊 转了一下头 就是这一转头 让他与德国选手产生了不足一寸的细微差距 这才屈居亚军呢 这个亚军有点冤呢 你说你别转头 你伸下脖子 那不就冠军了吗 是不是 不过不要紧 10秒6的好成绩 实力摆在那儿啊 刘长春已经证明了自己 校长张学良当然就更加激动了 这不 他当场拍板 从此以后 每个月给刘长春呢 30块大洋的生活补贴 鼓励他好好训练 不仅如此 为了让刘长春能够更进一步 张学良还花费重金 聘起了一名叫做不起的德国教练 专门来给刘长春做跑步指导 每月8800大洋 一辆轿车 一辆马车 一个司机 两个马夫 而且还要把他未婚妻接来 一栋小楼 这些条件张学良都打倒 照片上左边这位就是张学良花 重金请来的德国教练不齐 当时呢 他是德国田径队的队长 国家队队长 还获得过这个奥运会5000米长跑的冠军 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实战经验 他都十分的丰富啊 那么当时不齐呢 就发现 刘长春虽然是短跑天才 但是身上还是有不少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跑法是多年来自己形成的踏步式跑法 跑的时候呢 头部和上身过分的前身 双臂摆动不足 这都影响速度的发挥 而不起就针对这些问题 不断地改进刘长春的跑步动作 很快就又有了成效 1930年4月 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23个省区的运动员都参加了这次比赛 而刘长春呢 再一次书写了神话 不仅一举夺得了男子100米 200米和400米项目的冠军 还荣获了个人总分冠军 到了这个份上 显然在国内短跑界 刘长春已无对手 这个池子已经太小了 那么接下来呢 自然是刻苦训练 以求有朝一日能够出征 奥运会为国争光啊 这也是每一个运动员的终极梦想了 可是刘长春怎么都没有想到 实现梦想的路途竟然如此坎坷 先是在1931年9月18号内容深夜 风云突变 国难降临 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爆炸案 炮轰东北军驻地 并且攻入了沈阳的北大营 不久之后 东北沦陷 东北大学只能停课签校 刘长春也和同学们签到了北平来上课 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 刘长春依然坚持刻苦训练 可是没过几个月 更大的打击来了 1932年5月 一条消息突然传遍了大街小巷 说是这短跑大王刘长春是一个大卖国贼 一个短跑运动员 他卖什么国怎么卖国了 咱们来看一份当年的报纸 这是1932年5月21号大连出版的 《泰东日报》的影印件 在这份报纸上有一则标题为 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 刘长春毛喜密出席赴美的消息 正是这则消息引起轩然大波 乍一看这则消息 好像没有什么 因为他主要就介绍了 刘长春的成长经历和短跑成就 并且说他将受国家指派赴美 参加当年举行的第十家奥运会 可是再一琢磨 就能发现不对劲 这标题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 你看文章标题写的是新国家 而所谓的新国家是什么呢 他是日本人操纵下的维满洲国呀 替维满洲国出征奥运会 可不就是卖国贼 应该被千夫所指吗 那么刘长春真的出卖了张学良 要代表维满洲国去参加奥运会吗 难道说为了参加奥运会 他不惜卖国求荣吗 真相到底是什么 咱们下节接着说 短跑天才刘长春为何在出征奥运前夕 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历经坎坷 远渡重养 肩负民族中国的他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今天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了1932年的5月21号 大连泰东日报报道 维满洲国将指派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这让刘长春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人人喊打 处境极为尴尬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告诉您 真相就是 刘长春自己也一脸懵 没错 之前日本人是找过他 想要让他代表维满洲国出征奥运会 可是他没答应啊 也绝对不可能会答应啊 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在以刘长春为原型的传奇电影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中 曾经演过这个场景 1932年5月 日本特务找到刘长春 承诺给他高官后路 要他代表维满洲国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日本人对刘长春是威逼利诱 目的也的确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让维满洲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因为奥运会章程规定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所属国家与地区 都必须是正规的 经过承认的国际奥委会成员 如果刘长春能够代表维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那就等于是国际社会承认了维满洲国 这个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打得是啪啪响啊 而刘长春呢 他很清醒 当场就已经识破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 他借口要考虑考虑 在路上就找了个机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啊 怎么呢 跑了 刘长春原以为只要自己跑了 日本人找不着 那自然也就放弃了呀 可是他低估了日本人的无耻程度 因为日本人是铁了心 想要借奥运会让自己所控制的 维满洲国得到国际上承认的 可是维满洲国粉末登场 刚刚三个月连体育机构都没有一个 更别说找有实力的选手去参加奥运会了 所以对于刘长春他们是势在必得 那么找不到刘长春怎么办呢 那就找泰东日报 因为这是一架日本人操纵的报纸 日本人要他们登什么 他们就登什么 刘长春将代表维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假消息 堂而皇之地传遍全国 你看日本人那这是 实起坏来无所不用其极 你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先把你抹黑了再说 那你说刘长春愿不愿 明明很爱国 硬是被捏造成了卖国贼 这简直比斗鹅还冤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要是不想办法洗清冤屈 那简直是连门都没法出啊 一出门就会被大家扔臭鸡蛋 被无数人骂卖国贼 那刘长春思来想去啊 觉得还是得以牙还牙 日本人用舆论抹黑 我是不是 我就用舆论来反击你啊 所以1932年6月18号 北京体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 刘长春的声明 声明里说 我刘长春良心上在热血上流 岂能叛国为人马牛 短短16个字 质地有声是热血坑腔 而这则声明发表出来 也总算是洗脱了 刘长春卖国的嫌疑 附带的效果呢 是让社会各界群情激愤 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派运动员 去参加第十击奥运会 以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有人可能要说了 对啊 只要国民政府出面 派刘长春啊 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去参赛 不就没有日本人什么事了吗 那国民政府早干嘛去了 其实啊 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会 早就打算派运动员 参加第十击奥运会了 还向国民政府教育部 提出了申请 可惜啊 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国民政府 对奥运会并不关心 主观体育的教育部 更是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 正式宣布中国不派遣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 正因为教育部此前的这个决定 才给了日本人兴风作浪的机会 眼下 日本人的阴谋暴露了 民众的呼声又大 平均体育协会 就立刻召开会议 决定派刘长春代表中国 去美国参加奥运会 问题是 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 连路费都不够 刘长春能怎么办呢 这时候 就得说到张学良了 他再次慷慨解能 捐赠了八千块银元 约合一千五百美金 支持刘长春代表中国 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但是此时已经是 1932年6月26号了 而奥运会的报名截止日期 是6月18号 早已错过报名时间呢 怎么办 幸运的是 经过中华体育协会 多方奔走 不断地呼吁 国教委会终于是酌情考虑 最终同意了 刘长春的报名 1932年7月6号 申报登载了一条新闻 讲明了刘长春 赴美参赛的使命 是为了打破日人之 韦国无极宣传 为中国体育史 创造新纪元 而在这条新闻 发表两天之后 刘长春就仓促踏上了 前往美国的远洋轮船 出发那天 数千民众自发赶到 上海新关码头 被刘长春送行 还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壮行仪式 上海的24个团体 组织2000人的观众宴会 整个上海都 都复权起来了 可以这么说 这天刘长春身穿 左胸秀有中华民国 国徽的上衣 从国际奥委会 中国委员王正廷手中 接过了当时的国旗 面对送行者刘长春说 我此次出席奥运会 是守全国同胞所托 我深知责任重大 我会尽我所能 在大会上努力奋斗 那么肩负着历史使命 和四万万同胞 重托的刘长春 一个人闯关奥运 将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发出了 1932年7月30日下午2点 在美国洛杉矶纪 纪念运动场上 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盛大开幕 观众看台上 十万五千个座位 是座无虚席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 有来自37个国家的 1048名运动员 而排在第八位入场的 正是刘长春所在的 中国代表团 从当时拍下的照片来看 入场的中国代表团 一共有六名成员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正是刘长春 紧随其后的是 国民政府代表 沈四良和教练宋军傅 至于最后面的三个人 则是为了避免代表团 显得势单力薄 而临时找的留美学生 和美籍华人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 临时总监醒来的 中国代表团 他在奥运会上一出现 却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万年不少 整个会场都合成起来 为中国人第一次 在奥运会上亮相 像这个刘老师的话 他是这个这个 中华独子 1932年7月31号下午2点 开幕式的第二天 进行了男子100米短跑的预赛 当时站在第二道上的刘长春 身上穿的是白衣黑裤 为什么是白衣黑裤呢 这是有含义的 白北新黑裤衩 就是白山黑水 就是永不忘918 好 穿衣明智 咱们再来看比赛 当时随着一声发令枪响 刘长春向林依贤的飞剑猛射出去 在前60名 他一直处于零跑状态 可是在70米处 他开始后继无理 到了80米的地方 刘长春被超越了 到了终点 刘长春已经落后第一名 三米多 他最终获得的成绩是11秒01 未能进入决赛 100米是刘长春的强项啊 却手占失利 那接下来刘长春 还能在其他项目创造奇迹吗 1932年8月2日 进行了男子200米的预赛 而在这次比赛当中 曾经战无不胜的刘长春 再次遭到淘汰 而最后的400米预赛 他也因为体力原因 无奈选择了放弃 100米200米400米 比赛纷纷失利 这让很多人想不通啊 不应该啊 要知道刘长春作为中国飞人 早在这次奥运会三年之前 他的百米最好成绩 就已经能够排进世界前十了 为什么这一次输得那么惨呢 答案或许可以从刘长春的日记里找到 前面咱们说了 刘长春去美国参赛 坐的是轮船 从上海到美国 大概在海上待了二十多天 这二十多天是怎么过的呀 我们来看看刘长春日记里的记载 我无吃点心和用西餐的习惯 其他乘客吃茶时 正是我跑步和坐操的时间 同在甲板上 相互都感到不方便 大洋中的起风变化较大 常常使身体训练中断 乘坐轮船 晕船是在所难免的 这船上的日子太煎熬了 吃西餐吃不惯 训练也没法好好训练 还经常运船 这对于一名即将参加国际重大比赛的运动员来说 那有多大影响 不用我说了呀 而下船之后呢 第二天就要参加开幕式 第三天就参加100米预赛 能跑出11秒零几的成绩已经勾不错了好吗 压力巨大 又找不到机会进行适应训练 是吧 休息也不够时间 没办法 时差都没办法调整 要跑100米 那你至少要立100米 就是你这个二十几天不立100米 你随便还去跑 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家都是很群怯了 都在那训练 都是把这个时差也找过来了 甚至技能方面都做了些恢复 他在海上消耗的这么长的情况下 根本是不可能的 的确 舟车劳顿海上20多天 连晕船带吃不惯 又睡不好 还缺少练习 这种条件下 你换谁都不可能取得好成绩 波尔特也不行 是吧 不过 比赛输了 刘长春却赢得了荣誉 在奥运会结束之前 他接到了一份请柬 特邀他参加奥运冠军的庆功晚宴 当晚宴主持人介绍这位 唯一的中国选手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都吉利齐力 一一与他握手 并致以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正是刘长春踏出的这一小步 才跨出了中华民族 在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步 因为有刘长春 我们才能向全世界宣布 奥运会 中国人来了 1936年 刘长春再次代表中国参加 第十一届奥运会 还是因为旅途颠簸 恢复不及时 他再次失利爆汗而归 1937年 刘长春因伤 终结了自己的竞赛生涯 直到1983年因病去世 他也再也没有能够踏上 短跑比赛的赛道 不过当年那段单刀附会的经历 已经足以让他成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信公众号江西卫视 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